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就算是这些多年如一日活跃在大众视线里的美人姐姐们 也不是谁都能享受到随便出个街就能上新闻的待遇的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有着日剧女王之称的松岛菜菜子 前阵子和老公随便出了个门就直接上报了 两人又一次携手打破了婚便传闻 秀了一手好恩爱的同事 媒体再次花时夸写了松岛美人 即使穿着普通到极点的T恤休闲裤也遮盖不住 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华丽气场 论夸人还是日媒会夸 不得不说气质这一块松岛女神真的是拿捏得死死的 回看松岛菜菜子一路走来 事业上升期公布婚序 婚后更是仿佛开了挂屡创记录 作文收视女王宝索 顶着一张温婉可人小家壁玉脸 应是活成了很多人心目中气场全开的玉姐大女主 松岛菜菜子本名为野口奈奈子 1973年10月13日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 做监视 都说天秤座容易出美女 天使面孔魔鬼神采 看了松岛女神 想来这句话也不是空穴来风 作为典型的天秤女 松岛菜菜子从来都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对未来规划更是思路清晰 搞意识的松岛菜菜子不顾家人反对 成为了时尚杂志VV的读者模特 之后顺利的成为了该杂志的专属模特 1992年19岁的松岛菜菜子凭借着精致的五官 和172厘米的高挑身材 在第17届续化成泳装模特大赛上脱颖而出 成为了续化大成建材集团的广告模特 正式踏入了模特界 更是被选为朝日啤酒公司 饮料部门该年度的代言人 这也让松岛菜菜子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出道四年后 松岛菜菜子打败了20011名竞争者 顺利的拿下了NHK陈坚剧《向日葵》的女主角 正是这部剧让松岛菜菜子收获了大量观众的喜爱 一跃成为了主流女演员 更是在之后成为了日本潮流女演员的代表 同时成为了当年女演员国民好感度调查的No.1 24岁这年 松岛菜菜子离开了原本的经纪公司自立门户 继《水业真记》之后 担任了松架广告角色《漂亮的姐姐第二代》 很多小伙伴认识松岛菜菜子 大概是因为她的首部电影作品 坦称一代人青少年时期 隐隐的神作《物业兄林》 松岛菜菜子在里面饰演 一直坚持追查恐怖录像带来历的女记者 钱川林子 可以说这部剧让松岛菜菜子 在世界各地的恐怖片爱好者心中站稳了地位 毕竟恐怖片里有个赏心悦目的大美人 缓解了不少的紧张气氛 作为这部很多人心目中 可以疯神的恐怖片女主角 松岛菜菜子演技全程在线 也是凭借《物业兄林》 松岛菜菜子得到了22届 日本电影学员奖 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1996年 她从2000人的试镜选拔中脱颖而出 拿下了陈坚剧《向日葵》的女主角位置 这还是她首次主演陈坚剧 以此为妓妓 松岛菜菜子的人气急剧上升 成为了当时好感度No.1的女主角 也成为了当时女演员的分享标之一 1997年 凭借着人气和好感度 成为了松下电工第二代漂亮姐姐 这一年对于松岛菜菜子来说 注定是特殊的 这一年也让她 遇见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反听龙石 两人合作了超人气漫改日剧 麻辣教师GTO 里面俏皮可爱的新人阉语老师 冬月子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松岛菜菜子 狠狠圈了一把路人粉 反听龙石 对于松岛菜菜子一见钟情 对她展开追求 据说追了她整整一年 两人实在是太般配了 简直就是颜值天花板CP 这部剧取得了空闲的成功 平均收视率高达28.8% 反听龙石 也因为这次合作 对松岛女神意见钟情 苦追了一年之久 才抱得美人归 日媒更是称 她们为21世纪 最受瞩目的超级情侣 这之后 松岛菜菜子又陆续节拍了 《救命运动》24小时 《魔女的条件》 《兵之世界》等 一系列大家耳术能详的日语 而2000年的一部 《大河拜金女》 让人再次认识了 她的精湛演技 时而娇俏可爱 卖得一瘦好萌 气场强大起来 又能死泪全场 这个时期的松岛菜菜子 真的是美乍天涯 很少能见到这种言 可优雅可呆萌 出现在同一张脸上 毫无违和感 明明是个利益至上的 拜金女角色 却被松岛菜菜子 诠释得一点都不令人生厌 改剧一播出 就冲上了当时的热搜头条 全集平均收视率26.4% 最高收视率34.2% 位列当时 富士电视台爱情剧榜首 这部剧有多火 其实已经过了20年 重新剪辑的20周年特别片 依旧在网上 获得了超高的关注度 这部剧让松岛菜菜子 拿下了人生第二个 日剧学院上最佳女主学家 让人没想到的是 2001年 一直遵循 我的人生我做主的松岛菜菜子 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突然宣布婚讯 让很多男分心碎一地 好在 松岛女神从不让人失望 婚后的她 并没有像很多 红尽一时的女星一样 选择回归家庭 婚后的松岛菜菜子 不仅没有淡出大众的视线 反而一路仿若开挂 迎来了事业上 真正的巅峰时期 旅创收视奇迹 2011年 那不夹正负三天 最终化 收视率高达40.0% 松岛菜菜子 也再次夺得示后 成为了当年的收视保证 在一路高歌 陆续拿了六次 日本奥斯卡之称的 学院省最佳女主学之后 彻底坐稳了 日剧女王的宝座 常常听人说 傻傻分不清楚 松岛菜菜子和松龙子 不只是因为 两人名字里都有个松 大概是美人 都有些相似的地方吧 卡卡自以为 松岛菜菜子的美 更加的温婉绰约 尤其是眼角的那颗肋质 辨识度极高 其实 放到当年美女如云的 日本演艺圈 松岛菜菜子的美 并没有那么的惊心动魄 但她 就是有那种 让人一见难忘的魔力 毕竟 长相美 气质佳 可言可甜 演技又爆棚 就像很多的粉丝说的那样 松岛菜菜子身上 有一种不被年龄带走的少女感 眼里有星星 身上有光 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吧 她一笑 你就感觉全世界都亮了 岁月对于美人都偏心 对于松岛菜菜子更深 一代人在年华中老去 松岛菜菜子 却大有越来越美的趋势 本就已经很扛打的颜值和气质 经过时间的沉淀又再次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据日本媒体1月7日报道 日剧女王松岛菜菜子 加盟松本润和上护才主演的电视剧 《隔壁的力》定装照曝光之后 剧中造型与本人形象反差极大 领终网友大吃一惊 引起热议 据悉 蔡菜菜子在剧中 试验一位温柔 而又喜欢照顾人的女性 因为迷上了占卜 经常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 蔡菜子身穿淡黄色高领连衣裙 搭配着强黄色的针织长袍 胸前挂着一条黄色长链 一身今日幸运色传搭 确实有几分占卜汁的感觉 保养得意的蔡菜子 皮肤光滑皱纹少 然而发型会缩有 一顶泡面头让她瞬间老了十岁 实力派演员 演什么像什么 没有包袱 不愧是蔡菜子 重蹈绿叶也能散发耀眼的光芒 以甲子身材 走路带风不输超模 剧中干练霸气的女王范 也让观众印象深刻 1月6日 日媒公开了记者 在去年9月捕捉到的 松岛蔡菜子外出的身影 现年48岁的蔡菜子 个子高挑 颜值在线 私服穿搭 简约高级 男友风白色衬衫下 搭着黑色修身裤 脚踩乐服鞋 黑白配出街 造型简单又时髦 戴着口罩都挡不住 出众的气质 回头率超高 特别是一头 四六分钟长发 蓬松浓密 发量令人羡慕 促颜的蔡菜子 气质高雅 一颗标志性的类质 增添了一丝的妩媚娇柔 近年来 屡次传出蔡菜子和演员 反听龙氏离婚的消息 这对日渔圈 出了名的神仙俊吕 结婚至今已经20年 欲有两名千金 虽然婚变传闻不断 但是日媒 也是一场拍到蔡菜子夫妇 私下出双入对的同框帐 看起来非常的和睦 47岁的反听龙氏 一身肌肉 身材健硕 外形不属小年轻 夫妻俩除了一样高颜值 连身高都相当的般配 稀里稀外 CP感爆棚 最新的电视剧 Super Rich 是松岛蔡菜子 时隔五年再次出演 富士电台的剧集 松岛蔡菜子 饰演的倒骨聪美 是主将江口祭祀的前上司 虽然只是客串 却不妨碍女神展现 霸气女王范 用实际行动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钻石到哪里都会发光 即便是个配角 也不影响姐姐美丑圈 也依旧能够俘获你的眼球 在日媒最近颇出的照片之中 私服的松岛蔡菜子 状态极佳 简单的白衬衫 黑裤子 也挡不住优雅气质 如今 年近五十的松岛蔡菜子 结婚二十载 育有两个女儿 似乎完全没有被离婚传闻影响 作为路人粉 卡卡更愿意相信 女神事业美满 家庭幸福 也期待松岛姐姐 未来能够给粉丝 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卡卡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